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这几天都有在后台收到粉丝的留言 说按照我的食谱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非常成功 我听了也很高兴 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简单,快手,营养,美味的家常菜 胡萝卜洋葱煎蛋 小半根的胡萝卜,把它们去皮,然后切成丝 如果说你的胡萝卜本身比较小的话 也可以用半根 我是用了这样的工具来把它刨成丝 你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用刀切 再准备半个洋葱,也是一样,把它们切成细丝 如果是比较小的洋葱,可以用一整个 三个鸡蛋加大概一克左右的盐 一点点的料酒 再撒一些的胡椒粉 然后把它们打匀 不沾锅内,烧热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倒入胡萝卜丝和洋葱丝 略微翻炒几下以后 加入少许的盐和少许的糖 再翻炒均匀 这里的盐的分量不要太多,因为鸡蛋我们已经进行过调味了 然后油的分量应该要比平常炒菜的油使用的多一些 接着就倒入刚刚打好的蛋液 如果你像我一样,用的并不是那种很平底的平底锅 也可以这样轻轻地晃动一下你的锅 然后一来是可以让这个煎蛋的面积变得更大 再来呢就可以把边边搅搅那些食材也全部包裹进蛋液中 一般来讲好像洋葱,胡萝卜这类有营养的蔬菜 很多小孩都不太爱吃 所以我比较喜欢把它们藏在他们喜欢吃的食材之中 而且因为看起来不明显,所以接受度也会比较高 前面忘记说了,倒入蛋液以后就要转小火,慢慢地煎 因为如果火大的话,很容易把蛋给烧焦了 然后一面煎熟以后,就小心地把它们翻过来 煎另外一面 翻面以后也是同样地用小火,慢慢地煎 再次提醒一定要用小火,不然就不会是这样漂亮的金黄色 等到两面都煎熟了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鸡蛋,洋葱,胡萝卜都是我们平常很容易买到,并且不贵的食材 如今把它做成好像披萨的样子 我相信就算不爱吃胡萝卜的孩子,看到了也会想要吃的 并且不要忽略了这道菜的营养哦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